历经前三季辛劳和寒暑的 大朋友小朋友们辛苦啰 是时候要历东补东补个嘴控 试着用食补来让疲惫的身心灵 能够重拾能量啰 但是进补千万不能盲目哦 跟着薇薇菜老师来聪明健康补 这次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一个 防癌抗发炎又可以增强免疫力 绝佳的天然抗氧化剂 也就是我们的姜黄 今天你对姜黄的印象 是不是还停留在煮咖喱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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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要来解锁 新的美味的姜黄料理哦 今天第一道要来示范的是 我们的姜黄烧豆腐 今天准备的是一个板豆腐 好那记得你豆腐取出的时候啊 一定要充分的把水分 给甩干 如果你的豆腐很湿 那你放到那个油里面去煎 那你的油爆就会比较大 好那其次呢 我们就是要找一个 好一点的不沾锅 我们就直接把油放进来 那像我这个油啊 根本没有热 也不用担心哦 因为我们用不沾锅 好那这个豆腐 我们就这样子切一切 好就直接滑进来 就这样子煎一煎就好了哦 这个时候我们再开火就可以了哦 豆腐在煎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我们其他的料 好那我们其他准备了像这个马铃薯 好那当然这个马铃薯会比我们其他的材料要比较慢熟 所以我们要先来处理我们的马铃薯 马铃薯其实皮没有削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把它洗干净 你就算是没有削皮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口感比较好 那我们就是还是可以把皮给削掉 这个瓜皮刀啊 你看这个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尖尖的地方 把这个整个给挖掉 你的马铃薯就可以很轻松的切好咯 我们就稍微切小滚刀 好那另外我们的红葱头的部分 你如果说怕会蜡你的眼睛啊 会流眼泪啊 我们当然可以取出我们的一拉转这个法宝 丢进来 后过一拉转 拉一拉 再来我们要处理的就是金针菇 那金针菇不用洗 所以你只要这样子把它这个切开 然后把这个塑胶袋给拔出来 那这边呢我们把它切断 再来准备我们的调味料 那黑盐我通常喜欢是现磨的 你用一般的盐当然可以 那为什么要用黑盐 因为黑盐它含有比较多的矿物质 那这个黑盐营养价值非常高 所以一样要摄取盐 我们就吃好一点的盐 那我们就把这个黑盐直接透过我们的巴蜜死 研磨一下 黑盐是非常硬的 像石头那么硬喔 可是透过巴蜜死它真的是一秒就把这个黑盐给打碎了 那我们把这个调味料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豆腐 刚为什么说要用不沾锅 你看 它都不会黏锅 有没有 然后它也不会喷 它有一点点油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红葱头 趁着它那个油把它放进来 可以透过这个油让红葱头自动爆香 那旁边还有位置 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的马铃薯也丢进来了 它可以在旁边开始煎 好 一样我们就把它翻面咯 哇 漂亮 你看这个豆腐 趁这个时候我们切一点红萝卜进来 好 我们也让它配一下色 盖子盖一下 我们让两面都金黄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豆腐 还有我们的马铃薯有没有煎到恰恰 真的都恰恰了耶 你看 好漂亮的豆腐 而且完全不黏锅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豆腐跟马铃薯先盛出来了 剩下这个锅子有你看这个整个干干净净的 我们就把我们的金针菇放进来 这是天然的勾芡 我们就不要再放粉去勾芡了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金针菇还有毛豆 再加上我们的白胡椒粉 还有我们的姜黄粉 黑盐 然后一点酱油 淋上一点酒 再来一点味淋 盖上锅盖 那我们等一下再汇到豆腐这一锅里面 这道料理就已经完成了 好简单喔 姜黄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创意料理呢 微差老师今天要教一个非常特别的 意识培根眼书咸派 而且我们的派皮里面 就是要加入我们的姜黄 还有我们的料理面也要加入我们的姜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中筋面粉 整个倒进来这个slice里面 这个袋子不要丢 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打好的这个派皮呢 要放到这个袋子里面 来做松弛的作用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冰的奶油 记得要冰的 等一下我们这个派皮才会酥 全部搅拌在一起 有这个barmis超级简单 大概看到这个奶油有融化进去之后 放一点姜黄 然后我们再把姜黄混合进来 好 原则上我们已经都找不到我们的奶油了 然后放盐 一颗冰的蛋 这样子你的派皮才会酥 好 我们把蛋黄融合进去之后 冰水请你慢慢的加 它这样子才容易吃得到你的冰水 然后也不会一次加过多 看到旁边好像已经揉好了 有点三光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打开来看一下 哇 我们的派皮已经好了喔 请你把它放回这个袋子里面 这stice好方便喔 就这样提出来 好 我们让它松弛 大概20分钟喔 好 我们现在要来炒这个内馅 那我们现在准备的是后培根 那我现在这边放一点油 来煎豆腐 一格不够 我们还可以再用另外一格 好 那这一格我们就来煎我们的马铃薯 有一些剩下的材料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放一点黑盐 放一点黑胡椒 意大利香料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姜黄 好 我们个别把它煎香 现在就好香喔 好 我们现在把派皮的模型 涂上我们的奶油 让它不沾黏喔 把这个豆浆跟这个鸡蛋放进来 好 打一打 我们松弛好的这个派皮 我们把它先拿一半出来 我们再继续放回来松弛 然后利用这一半 好 我们就来做这个派皮 把它先擀平 好 大概三米米左右 我们就把它擀在这个擀面棍上面 放进来 好 它里面有这个菊花纹 我们把那个纹度给压出来 好 那用叉子擦一下 我们把料铺进来啰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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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好 起司 我们把烘焙子放进来 磨 放进来 把蛋液注入 我们有放烘焙子 我们有放烘焙子 蛋液如果露出来就不怕啰 就这样子盖上我们的行动烤箱 好 我们大概150度烤15分钟 我们的义士培根野菇咸派就完成啰 来看一下我们的义士野菇咸派 哇 好好了 我们这样子等它凉一点 我们就可以上桌啰 这道姜黄要来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炒花椰菜米 可以替代你的米饭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减重料理哦 好 那我们一定要炒香它嘛 所以我们要有蒜头 还有红葱头 因为我不想要去切它 会辣我的眼睛 所以我直接把它拉一拉就好 大概拉碎了之后 还没有放油前 我就先把它倒进来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怕油爆的人 就可以用我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才把好的油给倒进来 好油一倒进去以后 我就先熄火了 因为我一下老师要低温烹调 那我让节能板自己来炒它就好 所以我盖上锅盖 温度又够 然后又省瓦斯 这个时候我就来切我的青辣椒 因为我们是做花椰菜米 所以我们把这个青辣椒切成一小圈一小圈的 青辣椒其实它不太会辣 所以你不需要把纸给去掉 青辣椒它的维他命C非常的高 所以可以多摄取这个青辣椒 然后这个时候放一点黑盐 放一点白胡椒粉 好 放一点姜黄 然后就把我的青辣椒放进来 好 稍微拌炒一下 好 我会重新再开火咯 好 再盖上锅盖 维菜老师都让锅子自己帮它炒 所以不想要油腌的人 就可以用维菜老师这种方法 好 那至于这个花椰菜米 不用买现成的 因为现成的它就没有那么脆那么好吃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一拉转 你就可以自己拉一拉 就可以变花椰菜米了 经过维菜老师的测试 8下这个碎度刚刚好 那我们拉好的花椰菜米 就可以丢进来 再放一层黑盐 胡椒粉提味 好 剩下的姜黄都放进来 可以放一点米酒 一点点 补一点点水进来 用这个水蒸汽 让它把这些蔬菜都给它蒸香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稍微拌一下 冒烟就好了 我们这一道姜黄炒花椰菜米 就已经完成了 喜欢今天的姜黄料理吗 正直天气已经开始慢慢转凉的立东 大家不妨动手做做看 暖暖生质之鱼 也可以更有力气做今年最后的冲刺哦 欢迎大家跟我留言 转发我们的影片 2022年最后 还想要完成什么事情呢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欢迎要按赞 一定要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